牙齿决定你的健康 医师,椰子由漱口拉出嘴中的致命毒素 牙齿疾病的问题十分普遍 根据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,活人蛀牙盛行率接近九成,罹患牙周病的比率甚至高达99.2%,据亚洲之官 日本贺建大学牙科病理学教授斋藤伊朗进一步指出,30岁以上的成人,至少有8成都有轻度或轻度以上的牙周病 美国统计更显示,在65岁的年龄层中,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牙齿全部掉光 不仅吃东西不方便,外表不美观外,万病源与口,居住在口腔中的细菌及微生物还左右我们的健康 当有海的细菌及微生物及有口腔内的伤口跑到血液,便会呈住血流运送到其他身体部位,引起感染发炎 近年来研究报告也发现,口腔健康与心脏疾病,动脉硬化,关节炎,肺部感染,骨质疏松症,糖尿病以及怀孕风险等息息相关 患有牙齿疾病的人发生心脏病的几率,比没有牙齿疾病的人高出三倍 牙周病患者罹患冠状动脉疾病的几率多出两倍 此外,有严重牙齿疾病的人,中风几率也高出两倍 美国心脏病学会,ACC,研究发表也指出,血牙会提高心脏病的风险 而且每缺一颗牙齿,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就会增加11% 光是改善口腔问题,就能有效预防及治疗许多慢性疾病 除了拥有良好的结牙与饮食习惯外,国际公认健康营养知识一流权威 有数疗法的奇迹,清除此刻毒素与致命疾病作者布鲁斯 非佛医师于著作表示,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源自印度阿玉肺锤医学的古老口腔清洁法 油树 什么?用油树口就能有这么强大的治疗功效 布鲁斯非佛指出,其实没有什么神奇之处,只是利用非常简单的生物知识原理而已 寄生在口中的微生物大多为单细胞所组成,这些细胞被脂质或脂肪膜包覆起来 脂质与水不相融,却会与油同性相吸结合在一起,因此,当把油放进嘴里时 就像一个强力磁铁一样,把藏身在牙银裂缝,牙齿细孔和细管中的细菌吸取出来 如此一来,排除口内致病细菌,还你健康牙齿与清新口气,身体也能专心自我疗愈,抑制感染发炎,受损的组织得以修复,降低引发疾病的风险 布鲁斯菲菌认为油树的用油布居,最典型的为葵花油与芝麻油,不过他偏好使用椰子油,比起任何一种植物油来的健康,且味道也较为清淡 日本抗老权威白泽卓二爷指出,椰子油中丰富的中链脂肪酸具有抗菌、消炎作用 实情油树2-3天后牙吟出血的情况获得改善,牙构脏污也被油溶解带出,牙齿变得凉白 而且,由于持续使用肌肉漱口,消除脸部松弛与皱纹,打造人人称现的V字小脸 布鲁斯菲佛建议饭前或空腹漱口,此时口腔内的细菌数达到最高,以此一网打尽,对于初学者来说也比较没有不适感 习惯后就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,但一天至少在早餐餐前游树一次。以下为游树的方法 步骤一,在空腹状态下进行,也可在游树前喝一些水,帮助制造唾液 步骤二,取二到三茶匙,一茶匙,五毫升,椰子油含在嘴里 步骤三,游树过程中嘴巴闭住,并在嘴中搅动油,吸一吸,推一推,树一树,让 游穿过牙齿,布满口腔各处 步骤四,在嘴里持续数十五至二十分钟,可利用四段时间穿衣打扮,做早餐,看电视报纸等 步骤五,把油吐进垃圾桶或塑胶袋中,并漱口喝水,将口中的油清前净 注意事项 油量不必太多,以免油树过程中唾液分泌,导致口腔空间不足而溢出 切记不要养天树口,可能会不小心吞进一些油而作呕或吐出来 过程中若有淹住或唾液分泌过多没有空间漱口时,可吐掉油,再含新油树 只要树油的时间加起来有二十分钟即可 切记不要把油吞进去,因为里面吸附许多嘴中的细菌和毒素 不要将油吐在水槽或马桶中,久了可能会造成毒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TA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